經歷過96年亞洲盃的球迷 一定會記得馬明宇 那腳擺步穿陽的遠射 鄉馬直樹對國族缺乏默契的絕殺 當然也不會忘記 把韓國隊打得落花流水的阿里戴伊 在中國球迷中 但凡有人將郝海東稱為亞洲第一前鋒 就會有人拿阿里戴伊反駁 今天足潭時光機就帶你看一看 這位伊朗前鋒的實力到底有多強 1996年在阿里球舉行的亞洲盃 擴軍至12支球隊 他們被分為三個小組 韓國隊在小組賽表現平平 僅以成績較好的第三名晉級 在四分之一決賽中 他們遇到了另一個小組的第一名伊朗隊 這本應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強強對話 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 在中國隊面前不可一世的韓國人 竟遭遇了一場屠殺 這支韓國隊擁有多名參加了 94年世界盃的球員 其中包括洪明浦 柳香鐵 金柱成等名將 阿里戴伊開場不久 就展示了他超強的個人能力 但是韓國隊由金督勳率先打破僵局 隨後巴蓋里為伊朗隊斑平比分 這位巴蓋里當年也是個狠人 與阿里戴伊一樣在得甲踢過球 第34分鐘 申泰龍為韓國再次將比分超出 上半場韓國隊以2比1領先 下半場比賽輸雲突變 伊朗隊開始大局進攻 阿里戴伊先是助攻 後來成為亞洲組球先生的阿齊茲 將比分扳平 隨後便到了阿里戴伊表演的時間 他一個人上演了大四席 幾乎以一己之力打垮了韓國隊 啊 지금도 글쎄 지금도 雜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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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戴伊 左面和高大 呀 內容 俊 拉 邸 assessments 既然 棒球賽 往同 三 專診 村 實踢 可以 想 在伊朗队打进第五球后 这名韩国的助理教练欲哭无泪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下半场韩国队都未能组织起任何有威胁的进攻 伊朗队最终以6比2将韩国横扫出局 在那场比赛后 所有亚洲球迷都认识了阿里戴伊 他后来登陆德甲 先后在比勒菲尔德 拜仁慕尼黑和伯林赫塔效力 并成为第一个在欧冠联赛中出场的亚洲球员 96年的亚洲杯也是东亚球队集体低迷的一届杯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不仅韩国队惨败给了伊朗 日本也以0比2输给了科威特 相比之下 中国队的表现反而是最好的 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 被后来的冠军沙特以4比3逆转 这也使得当年的亚洲杯进入四强后 就变身成了海湾杯 关于96年亚洲杯这场令人大跌眼镜的比赛 今天就为大家回顾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收藏和订阅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